中文字幕 安明 李宗盛 感觉特别的舒服 而且这个感觉是那个新车嘛 在英里有这么一个交通工具 那么好的一个交通工具 感觉是实在不敢相信 速度超乎我的想象 我没想到其实30分钟从雅加达就可以吸万龙 然后45分钟就可以抵达东万龙这个地点 而且一路上行驶的时速甚至一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 一路上也非常的平稳 作为印尼的公民我非常期待能够尽快能够修筑从雅加达到市水的高铁 而且并且是由中国来建筑 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诸多项目中的一个 但是是代表了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标准中国速度的 所以除了它自身的先进性和舒适性的体验 带给本地民众的这种冲击力和对自己国家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高铁的这种自豪 这之外它是真正的务实合作出现了阶段性成果的 军师傅 国际 际 杨 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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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